好,在了解了GCC的基本概念过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C语言的一个编译过程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通过GCC-V选项 帮我们来看了一下整个GCC的一个编译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下面呢我们就来根据这个打印信息 来揪出一些我们GCC工具中所需要 或说说它使用的一些工具集 然后呢来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生成我们的Build 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前面的打印信息呢 可以不管啊 因为前面是一个版本信息 基本上就是所有GCC-V都该输出的 跟我们的具体原码没有关系 那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控行的后面是这样一个命令 叫CCE CCE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 CCE呢实际上也算是一个命令 但这个命令不要求大家去记 不要叫大家去记 我们只是大概来理一下 理什么呢 就是我们主要看到output是什么 那么这个output呢 这个output就是我们的一个.s 简单来写 我们把它写成a.s 然后它的input在哪呢 input就是我们的001.c 实际上也就会发现 所谓的CCE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c文件翻译成.s文件 那么这个CCE呢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做编译器 编译器 也说这个选项一旦打开过后相当于就电阶的调用了这个命令 那么编译了一个.s过后呢 那这个.s其实CPU还是不认识啊 所以我们需要下一步叫汇编 汇编 那这个汇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往下看 这个命令的下面的打印信息 打印字符串啊应该就是这个命令打印出来东西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命令啊 第二个命令找什么呢 找第二个空行 第二个空行 第二个空行是AS 大家可以看到AS 那么这个AS 同样的 这AS我们看什么杠O 还是一样 这个杠O生成一个O文件 但是呢 它的input是通过刚才我们上一步中的这个 这个input 这个output文件 生成作为这个AS的input文件 然后给进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略的写成它是什么呢 AS-O 最终的output是一个.O文件 那么它的input是A.S 也就是上一步的汇编文件 那这儿呢 我可以提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我写的是001.C行不行呢 那这个命令是不行的 这个命令是不行的 那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这个命令还是一样 不希望大家去记 而去记后面这个命令 叫什么呢 叫GCC-C选项 那么这个小C选项 相当于间接的调用AS 当然这个小C呢 我们要注意 如果说我们的后面跟的是001.C 因为我们汇编器不可能把C翻译成O 必须把S翻译成O 所以这个时候-C选项 它间接的又起了一个作用 它要先调用编辑器 然后再调用汇编器 所以如果说你想直接一步生成.O 一个.C直接生成.O 那么直接加什么 -C选项就可以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就是关于汇编 那么有了点O 有了点O最后一步干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点O只是一个 一个原材料 最终我们要想生成一个可执行程序呢 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认识 就是说不是我们一个点Mile 一个Mile函数 其实就可以生成那个一个可执行 它需要很多很多系统 帮我们完成很多很多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并没有做 而是让什么 让我们链接器去链接一些系统标准库 所以我们需要 让链接器来帮我们完成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看链接器在哪呢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打印信息来看 大家可以看 就是AS的下面的第二个空格 也就是它第三个空行 第三个空行是这个名叫 Collect2 Collect2 这个Collect2呢 一样的不需要大家去记 但你有个印象就行 它一样的干什么 干O 然后跟一堆原材料来看 它干O这个很好找 干Obuild 干Obuild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是build 然后呢 那这个build的原材料在哪呢 也就是它的input在哪呢 你看有刚才我们上一步生成的这个点O 同时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奇奇古怪 我没有见过的点O 看没有 哎 还有一些其他选项 那么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在真正的链接中 其实并不仅仅帮我们把什么 上一步的A.O链进来 同时它还加了一堆什么 其余的东西 那这块我们先不用去关心 其余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可能就只需要记住这几个步骤就可以 同样的链接器呢 我们因为也不需要大家去记 而也是记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还是一样 GCC 什么选项呢 什么都不接 什么都不用加 就是-O 就相当于前面再也不用-C了 再也不用-S了 直接-O就可以直接完成编译 汇编链接的这三个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原文件是O 那么你-O就相当于直接调用Click2 如果你的原文件 也就是input文件是.C 那么它还是按照顺序先编译 再汇编再链接 所以我们在我们第一个内容中 GCC概述中 我们使用GCC-O build 然后001.C 这样一个过程中 其实隐含着是先调用S 再调用.C 然后-C 然后最后调用-O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偷懒来说呢 就是一般来说这么写就足够了 因为GCC很智能的会帮我们去完成 这如上的三个步骤 所以这三个步骤中 其实也就是说GCC是一个集合 那么其中呢 它调用了不同的工具来为它服务 这个大家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帮我们把这些选项能够记住 能够记住 好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这些选项呢 我们再做一个演示 就是我们重新的编译下这个点C 然后我们看看最每一个步骤中的 output这个文件的一个具体形式 好 Clean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 GCC-S过后 然后我们-O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这个-O不能省 不能省掉 只是在原有的技术上 加上这个限制的一个选项名称就可以 刚好谁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写上.s 写上.s 刚才的1.c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系统中多了一个a.s这个文件 我们用那个vi来看一下a.s 好 很显然 这个地方就再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mile函数了 只是有个mile函数的标签而已 其他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汇编 当然这个汇编其实就是我们X86的汇编 等后期我们ARM开发板一上来过后呢 我们以后看到这个部分的汇编 应该就要是ARM汇编就可以了 好 这个我们先不关心 我们接着往上看 有了上一步的这个-S选项过后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选项是-C选项 也就是说帮我们把-O还是一样 -OA.O了 把我们刚才上一步的a.s 加工成一个目标文件 这个目标文件是什么感觉呢 还是一样 大家看A.O也出来了 A.O也出来了 还是一样 VI A.O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A.O大家的第一个感性认识就是什么都看不懂 什么都看不懂 那看不懂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它并不是让人能看懂的一个东西 而是让机器能读懂的一个二进制代码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编译器 其实也就完成一个把人能看懂的一个文件 翻译成让机器能理解的一个什么 一零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文件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理解到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 杠小C选项 杠小C选项 才是我们真正的 让我们计算机所能操作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为的偷懒来说呢 就都不会写杠S 直接杠C 杠小C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大阶段 第一个大阶段 然后最后我们的链接 但链接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好举例了 因为我们 我们如果一旦用这个选项过后 这个选项过后 那么其实它会把这个点点点自动加进来 所以这个我们就相当 相当演示不出来 也相当于不可能直接把点O给你编进来 也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再说一下 如果你刚好Build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有个A.O 对吧 那其实这个选项加进来过后 它其实还是会间接的去加这些点点点 那么也说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Build 也说如果说你只是想加A.O 其他不加 这个还不行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 学习Arm的那个开发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好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过程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预处理的问题 预处理的问题 那么预处理呢 应该说是个技巧性的东西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不关心预处理 但是呢 我们在编写一些大型程序的时候 如果想加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或者说想省时省力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一些预处理的一些机制 那么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专注去讲 那个预处理中的一些机制问题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编译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在预处理的后期来做 那么CC1呢 其实在内部已经先进行预处理了 所以说CC1呢 你可以认为它又是个集合 那么我们现在呢 也说在GCC-V中 你看不出预处理 它其实已经处理了 但我们这儿呢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命令 叫CPP 这个命令呢 不需要大家去记 它是干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生成预处理文件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O A.I 也就是说 你实际上是把001.C 先翻译成一个I文件 然后把这个I文件 再翻译成.S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同样的CPP 也不希望大家去记 SG和SG 这样一个东西 GCC-E 大写的E 还是这个选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E是什么概念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001.C 是什么东西 001.C 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这个预处理的概念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构造几个预处理的一些指令 我们顺便来 让大家好好看一下 001.C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预处理指令 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的是 比范 就是锦号 锦号加什么 加关键 加那个单词 但这个单词很特殊 有很多 有include 有define 当然还有那个什么 if else 这个后面我们来看 比如说我们这 ABC 这是一个红名 然后我们的红体是10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变一下 我们写一个 叫int int a 等于abc abc 然后呢 你要用一下 要不用的话 你现在不用也没关系 到后面我们看看这个情况 好 大家看 好 那么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我们gcc-e 然后-o 然后呢 生成的是一个a.i 然后把我们的001.c 加进来 好 同样的没有出错 而且a.i也出来了 a.i也出来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a.i是什么 打开a.i一看 大家会发现很奇怪的东西出来了 就说 就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写的 不是我们写的 那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把这个文件翻到最后 而且呢 我们没有找 在文件的开头 根本就没有找到mile函数 对不对 好 我们把文件翻到最后 翻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看到 哎 mile函数确实有了 但是我们前面写的define在哪呢 没有 而且这个a呢 abc其实已经没有 怎么 没有abc了 而是把这个红体 是完全替换刚才所说的abc的红名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 所谓的预处理是干什么呢 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什么 替换 替换 那么这个替换过程 其实就是预处理处理完了过后 然后再交由编译起来处理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编译 编译的过程中 还有没有define和include的这些东西了 很显然是没有的 那么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翻译什么呢 其实翻译我们后面 那个第二季都要讲 关键字和预算符 那么同样我们还有一个思考题 就是define和include的 你觉得是不是关键字呢 那很显然 这个地方 我们说所谓的关键字 是谁去处理 就是编译器去处理 而不是预处理去处理的 那么 define和include在预处理的时候 就已经处理完了 也说 留给他们的 就不再是关键字的 编译器去处理的这个阶段 所以说 define跟include的应该是什么 并不是关键字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可以写一个什么 int define等于什么 但是 没人无聊到写这样写 因为这个 实际上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对吧 好 所以说 这是我们所说的 C元的一个简单编译过程 需要大家能理解 每一个选项的具体物理意义 以及记忆它的一个 编译的一个顺序过程 以及一个感性的理解 每一个过程 它达到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现象 是什么 在这边的身边 我可以写你 我可以写你